加拿大的旅游签并不简单 它的用处是非常多的 加拿大的旅游签也经常被大家叫做是十年签 因为签证的有效期最长可以长达十年 但是旅游签也好 十年签也罢 都不是加拿大的官方叫法 加拿大移民局对于临时到访加拿大的签证类型 都称为visitor visa或者是temporary resident visa 就是加拿大的访问签证 所以无论你是在旅游探亲商务访问或者是陪读等 都是办理这个访问签证 只是根据你的具体目的不同提供相应的材料 而不论出于每个目的或批之后的最长有效期 都可以长达十年 而且是多次往返 每次停留的时间不可以超过六个月 加拿大的访问签证 不单单是可以在加拿大旅游这个用途 别小看了这个签证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它的广泛用途 首先旅游是最基本的用途 可以随时说走之走 畅游加拿大 作为北美的旅游圣地 加拿大有许多美丽的自然风光 比如说雄伟的洛基山脉 世界文明的尼亚加拿大坡布 充满法国风情的魁北克城等等 无疑都是可以一家人一起的旅行的好地方 第二呢就是探亲 获批访问签证之后啊 可以随时探望在加拿大工作 读书或者是已经获得移民身份的亲属 多一些跟家人团聚的时光 第三呢就是陪读 加拿大并没有专门的陪读签证这个类型 大家要注意了 陪读的家长呢 都可以用访问签证到加拿大陪同孩子来生活 如果觉得访问签证的六个月的停留时间比较短暂 经常入境不方便 也可以申请访问者许可叫visitor record 来延长在加拿大停留的时间 第四呢就是移民的申请人考察当地的情况 参加面试 加拿大也有很多创业移民的项目 需要在申请前先到当地进行考察 比如说对加拿大当地的创业环境啊 市场情况啊生活啊教育进行实地的了解 那这些项目也有一定的面试几率 也需要提前做好准备 那加拿大的访问签证呢 就可以用于后续到加拿大参加当地的考察和面试所准备的 此外呢加拿大自雇移民的申请人 也可以办理加拿大访问签证 提前登陆加拿大考察情况 表达出对移民加拿大的一些意愿 对移民的申请呢都会有所帮助的 第五呢就是加拿大房产的持有人 不少人在加拿大也购置了房产 在房产交付的时候 需要购买人亲自到当地进行房产验收 那加拿大的访问签证呢 也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第六类就提供信用背书了 这是非常有助于申请其他签证的 加拿大的签证含金量高 申请啊是需要提供非常全面的材料的 制定完善的方案 所以啊如果你可以顺利获批的话 你也是经历这个大国的检验 无疑为你提供一个很好的信用背书 之后如果你要想申请美国 或者是其他国家的签证 过签也会相对的容易很多